山東河澤巨野一個六歲小孩子小妮 在家裏撿到一枝類似我們吃的真寶珠 她就即時拆包裝就這樣放入口慢按算 誰知在幾分鐘後小妮就全身抽搐口套白末 當局看回小妮爸爸女先生家門口閉路電視的片段 在3月3日下午4時49分 六歲大的小妮和其他三個小朋友 跑出家門口玩捉迷藏遊戲 監控片段可以清楚看到小妮左手拿著一枝真寶珠 不斷放入口裡船 到了4時51分有村民見到小朋友出事 就走到女先生家門口通知小妮家人 小妮的家人即時把小妮送到巨野院人民醫院 由於小妮的病情過於嚴重 又被巨野院人民醫院搭誤一段時間 之後小妮又被轉送到製寧市醫學院的附屬醫院 在轉院的路途上小妮的病情轉趨嚴重 而且開始七孔流血 到了醫院之後醫生立刻進行緊急搶救 但是在這個時候小妮的內臟已經嚴重損壞 院方表示當時小妮體內的五臟六腑全部被腐蝕 血液都變成黑色 過了兩天 3月5日早上8點多 醫生發出最後通知 小妮已經沒有搶救的必要 出事當日 呂先生將小妮的血液、尿液和胃液樣本 連夜送到北京307醫院檢驗 結果顯示每毫升血液當中 就含有劇毒毒鼠強8100納克 小妮的家人懷疑奪去小妮寶貴失明的 就是小妮口裡那支真寶珠 目前警方正在全力偵查這案件